模拟金色 英国记事集 有自杀念头 怎么办? 系列 别自杀 你有更好的路可走 以下为一位有缘人分享 阿伯的话 现场开示精华节路 过去是成自杀者 在本世接近过去世 成自杀的年龄时 若运势强盛 思想光明 自杀的意念较不会显露 当运势低弱 事情超凡 思想不光明时 自杀的意念容易跑出来 我先忏悔自己过去世的无名 曾经自杀过两次 对不起 枉费了难得的人生 阿伯说过 每个人都是未来佛 自杀等于杀佛 罪业很重 地府会判刑很重 佛金云 得人身如爪上泥 失人身如大地土 再再说明 自杀真是一件既傻又得不偿失 万劫不复的事情 过去是自杀 导致我本世是个悲观 负面思想重的人 细想从小到大的过往 的确都蛮悲观的 常常会有启人忧天之感 也很喜欢听一些悲歌 藉由悲歌取调 慰藉自己的情绪 加上后来修偏 各种黑气 影响层面就更大了 好在自己有机缘消除修偏心心业力 否则影响只会持续加剧 对于自杀业力的部分 佛菩萨对我过去式的自杀业力开示 请诚心忏悔 并诚心念诵 金刚经 药诗经 地藏经 各四百七十遍 待念诵完 专案回向化解 此因果业由 自杀公报 请诚心忏悔 并诚心念诵 金刚经 药诗经 地藏经 各三百三十遍 待念诵完 专案回向化解 此因果业由 我要消除自杀相关业力 需要回向金刚经 药诗经 地藏经 各八百步 真是不小的业力 只是目前 先以消除魔性 外道契约业力和外道印记业力为先 这一阵子 我发现脑中除了修偏黑气 产生很多杂丝恶念外 还会出现一些类似自杀的意念 例如 走在桥上会莫名去想 如果跳下去会怎么样 拿着菜刀切水果 会莫名想 如果刀刺进去肚子会怎么样 等等 我自己知道是自杀业力开始影响的缘故 之前有请示过 弟子过去是十几岁自杀的 本是什么时候自杀业力会开始影响 佛菩萨当时慈悲开示 过去于三十二岁时自杀 本是三十岁自杀业力会开始影响 虽然目前我还没到三十岁 但自杀意念已经开始小幅度的出现 这无非是警惕我 莫再重蹈负责去自杀 我自己最近这阵子也是事情超烦 近来执行起 思想不光明 所以自杀意念也伴随着出现 但是我告诉自己 绝不可再次自杀 否则就万劫不复了 我自己虽非敏感体质 但是当我因为一件事情很气愤时 都能明显感觉到身上有一股气流整个涌上来头顶 很像所谓的怒发冲冠 那可能是魔性发作的感觉 甚至还会有略换气过度的现象出现 之前我出情 有时会遇到患气过度的患者 那时想 为什么会传成这样 在医学上来看 很多患气过度的人 是因为当下情绪过于激动所致 而我后来也出现这样的状况 看来也是心境反射到外境的缘故 我执心重 导致外在表现出激动的过度唤气 真的要反省 再反省 努力转心性 消除修编的心性业力 这两三个月 我遇到几件自杀的情物 例如从岸上跳下大甲锡自杀的 跳下大排水沟自杀的 在家里烧炭自杀的 在树上上吊自杀的 我在出情这些情物时 都叮嘱自己不可以乱想 若还有生命真相 可以救的就努力救 如果已经出现湿浆或湿斑等明显死亡症状 就是交由情区警员和殡葬业者处理 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件上吊自杀的案件 发生的地点是在一条自行车道 那是我第二次在那条自行车道上 遇到上吊自杀的情物 当时我跟一位凤凰救护志工出情 在出情前 指挥中心已经告知是上吊自杀 即使遇过那么多没有生命真相的情物 我对于上吊的情物还是挺有畏惧感的 我开车时一直跟自己说不要想太多 开车进去那条自行车道 靠近其中的一个厕所时 我就看到上吊的案发地点了 但是我没有一直看 把车停在厕所前之后 因为不太敢走到正面 我就走到那位患者的后面 去测他的颈动脉 而他呈现湿江了 就郊游到场的情区警察处理 反对途中 我还是一直叮咛自己不要乱想 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很会乱想 从这些自杀情物发生至今 我脑中多次出现自杀意念 也在出情这些情物后 我反复叮嘱自己 千万不可重蹈负责 否则就要去亡死层 不间断重复自杀的行为 直到阳寿静为止 在那之后 地府第一殿 就有对于自杀的刑罚了 那该是多苦的事情 我没有请示过自己 过去世是怎么自杀的 只是我对于从高处 没有十步踏出 会很有恐惧感 例如我之前受训时 有一项训练叫做绳索垂降 其中最简单的是座位式下降 其他学长们都可以很轻松的 做完座位式下降 但是我光是从三楼平台的侧边把脚蹬出去 就要花好大的力气 我那时站在平台上一小时 就是不敢把脚蹬出去 这件事还在后来好几梯训练中 一直被拿出来讲 更不用说比较难的正面时下降 我没有成功过 甚至那段训练后期 要从高约六七层楼的屋顶垂降 真的是让我备受煎熬 因为我觉得真的有够高的 也太可怕了 但是若是挂梯爬上五楼的训练 我倒是不会很害怕 因为挂梯爬上去 我可以十步踩到梯子爬上去 但是垂降就是有点半腾空 虽然我明知那绳子的强度很够 但心中就是很怕 绳索垂降在一般消防队出勤 几乎不会用到 训练时比较会操作到 我现在对于从三楼座位式下降 倒是不会那么怕了 也可以完成 而我之前不太敢垂降这件事 也在后来成为大家的犯后笑话之一 或许过去式是用类似的方式自杀 才让我这么不敢用绳子垂降 不论是训练、出勤、脑中意念等 我都用来告诉自己 莫在自杀 虽然现在还是持续的有悲观、起人忧天 容易过度感伤等等的状况 但是这些也都是我的考验 不要因为这些就升起退转心 我也对于自己的累世业力显露相对快速很感恩 虽然难免因为累世业障重而觉得失落 但就像阿伯说的 不怕业长多 就怕不知道 修行就是难行而行 大家一起加油 与诸位共勉之 感恩 拿摩本师释迦牟尼佛 分享完毕 本文是由一位消防员所写 文中说明自杀业力如何影响他的工作生活 他光是自杀业力 就要念诵金刚经、钥匙经、地藏经各470遍化解 另外还有自杀公报 金刚经、钥匙经、地藏经各330遍的经文术 因此 光是消除自杀相关业力 就要念诵金刚经、钥匙经、地藏经各800部 这些业力使他常常悲观 起人忧天 容易过度感伤 许多人遇到困难时 第一时间不是想办法解决问题 而是选择逃避问题 一时鸟汁 但是使了不会一鸟百鸟 只是使自己陷入自杀的轮回之中 现场开示 阿伯的话精华节路 千万不能自杀 在来世遇到气韵低或挫折时 会容易启动再度想自杀的念头 一时自杀影响七世 一次自杀 换得七时自杀 这个业力如果不消除 在接近过去是自杀的年纪时 业力就会开始影响 例如有缘人过去三十二岁自杀 佛菩萨开始 三十岁自杀业力就会开始影响 这个世界上 这个世界上有自杀业力的人很多 而选择自杀 结束生命的原因 百百种 失业 贫穷 无家可归 精神疾病 失念 生重病 被羞辱 成绩不好 生意失败 金舍过去也有多篇与自杀有关的分享文 因逆意冲突 与人起争执 被人污蔑 最后含冤上吊而终 因逆意冲突 与人打架 打输 一时想不开 愤而自杀 跟家人赌气 上吊自杀 做错事 被逼 上吊自杀 受不了排挤的压力 头牙自尽 金舍相关自杀文章 全都是过去是 把自己看得太重要 却选择用最坏的方式 对待最重要的自己 而选择自杀 现今被自杀意义影响 致使本事亦有寻短念头 动不动就想一死了之 直到来经手问世后 才知道原来自己或家人 有自杀果报 本事才会又想自杀 所以说 自杀真的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是 照下来生七世 自杀恶果的开始 现场开始 阿伯的话 精华节路 为什么你业障多 因为定力不足 被尽所转 自杀者正是如此 面对困境 被尽所转 想逃避现实 一时想不到别的解决方法 虽然他不去伤害别人 却选择杀害自己 事实上 他们所遇到的问题 都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只是他们想不到 为什么他们想不到 一 厌力 过去是 照下的重大厌力 容易干扰当事人的意念 使他们觉得 自己没有用 事情过不去 生无可念 非死不可 最后选择 自杀意图 另外 过去式的自杀果报 也会引发 疑似自杀 连续七世都想自杀 每一世 无论幸不幸福 最后都会走上自杀之路 抛弃家人 爱人 知己 所拥有的一切 走向地狱之苦 二 充犯 充犯就是外宁 负在人身上 影响当事人的 意识 行为 身体健康 被充犯者 常常看不惯别人的行为 觉得被人家找麻烦 胡思乱想 怕黑 久了容易造成负面思想 甚至想不开 山 撒到 桑杀 五行杀 都容易让当事人情绪极为低落 经常哭泣 有一位师姐的九岁女儿 因为被杀到 好久一段时间都很怪 经常生气 说话充满负能量 总是怨怼 动动又想打人 躲进被窝里 大哭 还会说 活在这世上 没什么意义 之类的话 经请事后 得知是被杀到 解决之后 他又恢复正常 不再那样悲观厌世 是 过度执着 人生不如意识 十之八九 遭遇不如意识 就当消业障 修忍辱 每个人来自不同生长背景 和家庭环境 想法不同 观念有出入都是正常的 有时候做事方式不同 不一定是 对方针对自己 可能只是无心之过 或是为了自我保护 而说了跟事实不一样的话 就别放在心上 一直觉得对方看不起自己 过度悲伤而过不去 现在他人的言语或行为之中 就是执行太重的表现 就算对方真的 纯有恶意要伤害自己 那也是他照下的业力 或是您俩过去事有相欠 或是您有其他业力影响 总之 心性光明很重要 要学会转念 好事坏事都难坦然接受 不起真爱 不过度执着 就不会陷入困境 甚至起自杀念头 这里要特别提醒 有魔性的人 若魔性发作 有时也会严重到想轻声 只要出现这种想法 没有其他招式 金刚精先拿起来 念个十步就对了 能够有效降低魔性 化解自杀的念头 如果十步不够 麻烦再多念十步 若还不行 可能有其他原因 建议您到金蛇 请求协助 但金蛇只能帮忙 稍微缓解症状 毕竟自信要制度 要消魔性 提升心性 化解业力 还是只能靠自己 勤诵佛经 以上试点 是人们现在负面情绪 不思解决之道的可能原因 正因为有自杀业力的人 很常用黑暗面 悲观地看待所有事情 就连开心的事 都会被想成是嘲讽 或好景不长 也很容易 在面对与自杀相关的事物中 不停乱想 若想化解自杀业力 对自己的影响 请务必要来金蛇寝示 一念经的功德回向成功后 再到金蛇消除阿赖耶石中的 自杀影像 对自己意念的影响即可 人真的不该自杀 人生难得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不敢毁伤 笑之时也 父母养育我们 长大成人实属不易 只能尚未报恩就报仇 自杀让父母悲弃 是大不孝啊 况且人人皆有佛性 自杀就是杀佛 如此重罪 千万不要轻生是法 业力反扑时 果报还滞寿 自杀是杀了自己的肉体 留下自杀的业力 一个人一旦自杀 立刻就要去往死城报到 七满则转至地府第一殿 接受审判和地狱刑罚 玉逆宝钞中提到 往生者要接受十殿严往审判 第一殿 有专对自杀者的罪行 假如有世人 不去思考天地生人 父母养育身体 珍贵异常 恩重如山 父母恩 种生恩 国王恩 三宝恩等 世恩未报 未奉到勾铁 就散止轻生 自杀 上吊 服毒 投水 等等 门神 罩神 逆急 压结本殿 收入饥饿肠 与干壳肠 每逢虚骇日 完全如临死时一般痛苦 一切痛苦的情境 找原来的样子 再出现一次 有的七十天 有的一二年之后 压结其魂魄 再回到寻死的地方 受悟恨 受悟恨折磨之苦 并且不许接受 根范 直播 等 祭品的 祭拜 若您真有 这么大决心 放下一切 也该放下那些 外来家住的痛苦 好好思考 解决之道 千万不要自杀 这社会上有许多慈善团体 社福机构和公家社福单位 宁可上网搜寻相关的机构 向他们寻求援助 但最好的方法 还是来谋尼经手问世 看看究竟是什么原因 造成自己想不开 根据佛菩萨开示的因果业游 确实对阵下药 法药 以因果债功德还的方式回向 自然能够逐渐改善 诱发自杀的根本原因 本文分享者 过去已经自杀良的事 就果报上来说 再自杀是必然 但是佛菩萨慈悲 不忍众生 不停受自杀果报之苦 只要您愿意老实忏悔 过去自杀恶业 建议诵经回向 化解自杀业力 就可以彻底解决自杀的问题 向此分享者 每周念经超过百步 三经八百步很多 但它可能花半年就解决 所有自杀业力 接下来的日子和来世 就不用再被自杀业力影响 多好啊 如果您或您家人 亲朋好友也正面临过不去的坎 请记得还有佛法 作您的靠山 还有您自己可以念经消夜 解除种种困苦 别自杀 你有更好的路可走 因果债功德环 就是最好的路 就是最好的路 南无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摩尼经事 经由南海 普陀山 观世音菩萨大事 亲自指点 是一门实际的修行法门 藉由实际解决众生 累结累至因果业障问题 治因果病 而将佛法落实到家庭生活中 普度持行 我们不接受供养 不收钱 不推销 不强迫修行 只求能结善缘 解决您的问题 我们专解因果事件 因果问题 治因果病 无论感情 婚姻 家庭 事业 家族 身体 户籍 学业 等问题 均能请示 有医生看到没医生 有神问到没神者 不妨一试 因为经社异工 分别住在不同县市 且平日各有工作 只有星期天早上 才开办祭祀 现场请示 台湾彰化县西周乡 朝阳村 陆军路 一段271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